明朝末年 福州境内有一个小渔村 面朝大海 背靠青山 这里风光秀丽 村民世世代代以打渔为生 郭新春夫妇也是如此 他们每天早出晚归 虽然辛苦 但是夫妻恩爱 转眼间儿子郭大牛已经十岁了 夫妻俩看着孩子健康成长 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 可是这天偏不随人愿 郭新春夫妇出海的时候 突然遭遇了风暴 人和船都沉入了海底 直到三天过后 打渔的人才在海上 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莲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爹 娘 你们快醒醒 我是大牛 你们睁眼睛看看我啊 郭大牛撕心裂肺的哭声 听得村民们也直流眼泪 大家伙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买了两口棺材 将郭新春夫妇安葬在了后山 原来还是心肝宝贝的大牛 顷刻间变成了没人管的孤儿 村里的人见他可怜 今天你送点儿吃的 明天他送点儿吃的 就这样 郭大牛吃起了百家饭 八月十五这天晚上 是万家团圆的日子 郭大牛孤零零地吃完邻居给的饭 不由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此刻的他 更想念自己的爹娘 他一个人来到了海边 坐在沙滩上望着月亮发呆 如果爹娘还活着 那该多好啊 真好玩 哈哈哈哈 旁边突然传来了孩子们的嘻笑声 郭大牛循着声音望去 发现好几个小孩子 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小树枝耳 不知在拨弄着什么 郭大牛感觉很好奇 于是起身走了过去 原来是孩子们在敲打一只海棒 海棒遭到打击 不断地张嘴合嘴 张开嘴的时候 孩子们就用小棍拨弄他的肉体 痛得海棒赶紧合上 看着海棒那滑稽的样子 他们不时发出哈哈的笑声 郭大牛觉得海棒很可怜 于是对他们说道 看他多可怜 还是把他给放了吧 你算老几 凭什么你说放就放了 真讨厌 一个小男孩说道 让我们放了也行 不过你得答应我们的条件 一个小女孩也开了口 只要你们肯放了他 我什么条件都答应 郭大牛说道 让我们每人抽十下屁股 小女孩儿得意地说道 其他孩子们一听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齐声附和道 对 我们每人打十下 同意就放了他 郭大牛顿时觉得羞愧难当 但为了救那只海棒 他还是答应了 孩子们拿着手里的小树枝 一人打了他十下屁股 然后笑着闹着离开了 郭大牛赶紧走到海棒旁边 把他捡起来放到水里 然后说道 赶紧走吧 别让他们再捉到你 随后大牛也赶紧回家了 到了郭大牛十五岁这一年 好心的邻居给他找了一个活干 就是帮村里的一个大户去卖鱼 由于他勤劳能干 忠厚善良 又特别有眼力尽 深得东家的喜欢 从此以后 郭大牛就不用吃百家饭了 他把挣来的钱全部攒起来 准备过几年把彩云取进门 这彩云是他的未婚妻 两个人从小就订了娃娃亲 转眼间郭大牛十九岁了 这几年也攒了一些钱 于是就来到彩云家里 和彩云父母商量 准备明年和彩云成亲 彩云父母也是老实忠厚之人 自从大牛家出世以后 也没少帮助他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彩云的思想却变得不单纯了 他觉得大牛家里就几间破屋 还靠给别人做活来养挣钱 就不想嫁过去过这种穷日子 父母知道彩云的想法以后 就告诉他 做人要信守承诺 既然小时候定了亲 那就得履行婚约 彩云面上不敢反驳 心里却很不服气 自己的亲是凭什么他们做主 他觉得应该自己做主 去寻找幸福 再加上彩云的哥哥 经常在彩云耳边念叨 妹妹长得这么漂亮 却要嫁给大牛那个穷小子 都怪爹娘 非得给你定什么娃娃亲 就凭你这长相 绝对能找个好人家 这彩云一听 心里就更不平衡了 心心念念地想把这门婚式退掉 无奈父母死活不肯 他也没有办法 这一天 大牛约彩云去山上采木儿 彩云本来不想去 架不住大牛的软磨硬泡 极不情愿地跟大牛来到了山上 大牛和他说话 他也爱搭不理 可大牛并不在意 因为他从小就认定了 彩云就是他的媳妇儿 两人采完了木儿 正往回走着 大牛却感觉被什么东西硌了脚 低头一看 原来是一个灰色钱袋子 他马上捡起来查看 发现里面有不少珍珠 彩云一把将钱袋子抢了过去 高兴地说道 今天没摆出来 捡了这么多珍珠 我发财了 此时的大牛却在东张西望 寻找钱袋子的主人 听彩云这么一说 他就不高兴了 赶忙说道 这不是我们的东西 不能要 施主一定很着急 我们在这儿等着 等有人来找就还给人家 你真是个死脑子 送上门的东西都不要 我偏不还给他 彩云说道 大牛一听极了 忙上去抢夺钱袋 并且说道 赶紧把它给我 不能据为己有 彩云不肯撒手 两人就争夺起来 钱袋子不慎落到地上 里面的珍珠滚落出来 彩云赶紧低头去捡 却发现珍珠都变成了石头 气得踩云捡起地上的石头 一把砸向了大牛 然后自己生气地走了 大牛正奇怪呢 这珍珠怎么会变成石头呢 突然从旁边出来 一个美丽的姑娘 对大牛说道 你的未婚妻是一个贪财的人 这样的人不要也罢 大牛对姑娘说 你是谁呀 为什么这么说彩云 我叫绿瓶 这些珍珠就是我变的 故意来考验你的未婚妻 她是什么样的人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那姑娘说道 你是谁 为什么管我们的事 大牛有些不耐烦了 我就是你前些年 在海边救的那只海豹 已经倾慕你好久 不如趁着现在还没成亲 你就散了这门亲事 我嫁给你如何 绿瓶说道 我心里只有彩云 除了她我谁都不会去 大牛回答道 强扭得瓜不甜 我也不勉强你 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 可以吹响这个海螺 绿瓶说完 递给了她一个海螺 瞬间消失不见了 大牛收起海螺 赶紧追赶彩云 可彩云早就没了影子 大牛只好一个人走回家去 这一天 彩云到隔壁村去找朋友玩 不想却被那个村子里的财助撞到 瞬间被彩云的美貌吸引 决定娶她当小老婆 于是第二日 就派人上门去提亲 彩云的父母对美婆说 不好意思 我家小女已经有婚姻 麻烦回去禀报曾老爷 其实这时候 彩云早就在里屋偷听谈话 一听是隔壁村的曾家 就立刻来了精神 这曾家可是财主 嫁过去不愁吃不愁穿 多好啊 于是她赶紧冲了出来 对美婆说道 这门亲是我同意了 美婆说 还是姑娘懂事儿 这样多好啊 嫁过去掉进扶窝里了 带美婆走后 气得母亲上去就是一巴掌 可是事情已经如此 也只能这样了 大牛听说这件事以后 赶紧跑到了彩云家 彩云父亲说 大牛啊 这事是我们家对不起你 还请你多担待啊 彩云见大牛到来 阴沉着脸说 三日后我就要嫁人了 请你没事儿别往这儿跑 以免别人误会 大牛背弃得差点吐血 但是彩云态度坚决 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借酒消愁 这时候 那个绿瓶姑娘又出现了 对大牛说 我早就提醒过你 彩云十分贪财 如今怎样 还不是想嫁给财主家 大牛醉熏熏的说 你快走 让我自己敬一会儿 还是那句话 我倾慕你已久 不如嫁给你吧 绿瓶对大牛说 除了彩云 我谁都不会去 你赶紧走吧 大牛怒吼道 绿瓶看了看大牛 摇了摇头 然后消失了 三日很快就过去了 到了彩云出嫁的日子 一清早 花轿就到了彩云家门口 彩礼也是相当丰厚 但彩云父母 却是一脸的不高兴 他们觉得生了这样的女儿 非常丢脸 花轿到了增家以后 彩云欢天喜地地拜了堂 洞房夜 彩云听到有人进来 心里咚咚地直打鼓 盖头终于被挑了起来 彩云害羞地抬起头一看 却吓了一跳 站在自己眼前的新郎 竟然是一个老头子 你是谁 彩云问道 我是曾老爷 你的夫君呀 小美人等极了吧 老头子说完 就来捏他的脸 老东西不要脸 咻咻咻 我嫁的是你儿子 你来坐肾 彩云推开他的手 疑惑地问道 哪里的是儿 我儿子早就有心上人了 那天去你家是给我提亲 老头子说 原来当时彩云一听 是曾家来提亲 就以为是曾家公子呢 所以就痛快地答应了 没想到 竟然是给老头子来做小妾 对方如今都七十多岁了 这哪受得了啊 彩云站起来就跑 老头子将他扯到床上 一下就扑到了身上 开始撕扯他的衣服 彩云情急之下 一把推开了他 然后继续逃跑 那老头子却抓住 他的衣服不放 彩云拿起桌子上的花瓶 一下砸中了老头子的脑袋 花瓶破碎 老头子倒地 正当彩云想在逃跑时 财主大老婆却带着儿子 走了进来 对彩云说道 你竟敢谋害老爷 增山 给我打死这个贱人 这增山是大老婆的儿子 父亲想娶小老婆 他们母子不同意 怎奈做不了老财主的主 如果将来再生一个儿子 那不是和他增加产吗 正愁没有机会呢 现在正好借机处了他 增山上去 双手掐住了彩云的脖子 彩云马上变得呼吸困难 双手死死抓住增山的手 无奈力气太笑 根本动不得他分好 直到彩云双脚一蹬 眼睛一翻 没有了动静后 增山才松开双手 嘴角露出一抹邪笑 轻声道 是你自己找死的 幸亏这增老爷受伤比较轻 只是破了头 没有伤及生命 经过处理伤口之后 很快就醒了过来 但是发现彩云已死 也只能这样了 救命人把他扔到了乱葬岗 这增加钱多事大 弄死个人对于他们来说是小事 第二日一早 人们在乱葬岗发现了一具尸体 有人认出是彩云 赶紧去告诉他的父母 彩云的哥哥赶紧来到乱葬岗 将彩云的尸体背了回去 大牛也听说了这个事儿 赶紧直奔彩云家 只见彩云驳梗发字 一看就是被人害死的 我要去找增加拼命 彩云的父亲脸色发黑 青筋爆出 愤怒地说完 就要往外冲 爹 那增加全大事大 咱得罪不起啊 闹不好你也会搭上性命 彩云的哥哥急忙拉住 父亲说道 你们都别吵了 让我想办法救彩云 大牛突然说道 你有办法救彩云 彩云娘惊喜道 我也是试试 你们现在都出去 任何人不许进来 大牛说完 就将他们推了出去 然后就吹响了海螺 绿瓶马上就出现在了屋子里 求求你舅舅采云 相信你一定有办法 大牛对绿瓶说 若想救他 有两个办法 一是割我的一块肉 给他炖汤喝 二是用你的半碗血 再混合草木 灌到他嘴里 也可以救活 我用血来救他 大牛说完找来了刀子和碗 动手划破了手腕儿 又混上了一把草木 给彩云灌到了嘴里 因为大牛心地善良 不忍心伤害别人 所以就选择了后者 彩云一会儿就醒来了 绿瓶也消失不见 彩云醒来之后 不但不敢激大牛就他 而且埋怨为什么不让他去死 这样活着太没意思了 屋外的人听到了彩云的说话声 父母和哥哥都冲了进来 看到彩云已经醒了 惊喜万分 彩云的父母当即做主 让彩云嫁给了大牛 碍于大牛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彩云也没有反驳 但心里缺一百个不愿意 彩云本来就不满意这门亲事 所以婚后自然就不和谐 每天晚上闻着大牛身上的鱼腥味 就感觉特别不舒服 大牛和他亲热的次数 事少之又少 没过多久 彩云就和一个货郎勾搭在了一起 那货郎是个生意精 能说会道 专门赚富家小姐和太太们的钱 这些人花钱如流水 所以每年货郎都能挣到许多白花花的银子 这货郎刘三儿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好色 村里那些不正经的小媳妇 几乎都和他有一腿 那日这货郎来到彩云的村子 一群姑娘媳妇儿马上围了过去 挑剪自己喜欢的东西 彩云健壮 也为了过去 他看上了一盒烟汁 一问价钱是二十文钱 他觉得太贵了 不好意思地放下了烟汁 货郎一下子看出了他的心思 又见他生得如花似玉 便起了坏心思 大姐如果喜欢这盒烟汁 我十文钱卖给你 就当拉一个客户 以后多照顾我的生意便是 刘三儿说道 真的吗 那太谢谢你了 彩云惊喜地说道 不骗你 给 刘三说完 就把烟汁递给了彩云 彩云高兴地付过钱 拿着烟汁跑回家了 从那以后 每次彩云买东西 刘三儿都给他便宜很多钱 有时候还经常送他一些小东西 彩云心里过意不去 有一天刘三儿卖完货 他就请刘三儿去家里喝点水 这正合了刘三的义 于是刘三儿主动发起了攻击 彩云半推半就 也就从了刘三儿 事后 刘三儿心满意足地 离开了 从此二人一发不可收拾 经常偷偷地翻云覆雨 俗话说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一些风言风语 还是传到了大牛耳朵里 大牛趁着吃饭的空 唐敲侧击地问彩云此事 谁料彩云听了大哭大闹 说道 我在家里辛辛苦苦打理家务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却怀疑我 可是村里的人都说 你和那货郎刘三儿搞到了一起 这无风不起浪啊 老师的大牛说道 你不相信我是吗 我向妈祖启示 如若我彩云背叛你 那就贝雷殿批死 彩云信誓淡淡地说道 见妻子如此理直气壮 大牛觉得可能冤枉了 于是说道 你不要生气嘛 我也就是问一问 以后我相信你便是 彩云听了 这才罢休 不再和大牛吵闹 睡觉的时候 借着他身上有余欣慰 不让大牛碰他 大牛没辙 只能翻过身自己睡觉 这一天上午 彩云忽然感觉自己恶心 接着呕吐了起来 他忽然一惊 这个月的月信还没来 不会是怀孕了吧 想到此 他赶紧去了村里的郎中家 那郎中一枕脉 对彩云说 大牛喜福儿 恭喜你啊 你有喜了 彩云赶紧谢过郎中 然后告辞回家 回来的路上边走边想 这孩子是刘三儿的 大牛已经两个月没碰过他 要是让大牛知道自己怀孕了 那怎么办呢 彩云决定 赶紧找刘三儿想办法 第二日 恰巧刘三儿又来村里卖货 刘三儿忙完之后 彩云将他叫到了家里 然后对刘三说 我怀孕了 是你的肿 我这两个月都没让大牛碰过 该怎么办呢 刘三儿眼珠一转 想了一会儿说 不如我们想办法除掉大牛 然后你就能顺利成章地改嫁给我 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让我杀人 不行不行 被人知道了 我也会没命的 彩云连忙摇头道 我们想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 把他送上西天就行 你怕什么呀 刘三儿继续说道 有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 彩云问道 来 我告诉你 刘三儿凑到彩云耳边 你如此这般就可以了 彩云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同意刘三儿的说法 到了第二日 刘三儿又来村里卖货了 村里的小媳妇儿和他调侃道 刘三儿 你这昨天刚来 今天又来 不是单纯的来卖货吧 我看你是被人勾住了魂儿 快一边去 瞎说什么呢 要是勾魂也是被你给勾住了 刘三儿打趣道 周围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一听 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小媳妇本来想戏弄刘三儿一番 没想到反过来 却被刘三给戏弄了 气得他一番白眼儿 扭着硕大的屁股走了 彩云听到刘三儿叫卖的声音 心里很是着急 因为今天大牛谢工 所以没有出去 万一刘三来了 那就坏了 想到此 他就走了出去 假装和刘三儿买东西 冲刘三儿眨眨眼 刘三儿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借着地货的控儿 悄悄地塞给他一包东西 彩云拿到东西后 赶紧离开了 两天之后就是八月十五 大牛提议和彩云父母一起去过 可是彩云却说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八月十五是个节气 如果这时回家 怕哥哥不高兴 大牛一听 彩云说的话也在里儿 便没有再坚持 而是去买了好多菜回来 还打了二两小酒 彩云亲自下厨 做了一桌饭菜 吃饭之前 彩云偷偷地将给他的药下到了酒里 饭桌上对大牛说 今天是八月十五 你多喝两杯 自从成亲以来 彩云从来没有这样热情过 大牛似乎有话要对彩云说 但彩云一个进而地给他倒酒 在他的劝说下 大牛把那二两小酒全喝了 大牛喝完酒 对彩云说 彩云 我告诉你 还没等他说完 就觉得肚子疼 彩云 彩云见状忙说 你肯定是吃坏了东西 我去给你请郎中 说完就丢下大牛 跑了出去 其实彩云并没有去请郎中 而是偷偷地躲到了外面 直到屋里没有了动静 他才进来查看 只见大牛口鼻出现 倒在了地上 彩云上前一探 发现大牛已经没有了气息 他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大牛弄到床上 赶紧将大牛口鼻的血清理干净 直到看不出痕迹为止 然后又给大牛换上了睡衣 盖上了被子 做完这一切后 他把屋里的饭桌收拾干净 又把地上的血迹也处理干净 就这样守着大牛的尸体做了一宿 天刚蒙蒙亮 彩云赶紧跑到娘家砸开了门 彩云父母见他慌慌张张的样子 赶忙问道 什么事情这么慌张 爹娘 不好了 我今天一早发现大牛死了 你们快过去看看 彩云故作焦急地说道 彩云父母一听 赶紧随他来到了大牛家 再一摸大牛的尸体 已经冰凉冰凉的 这种情况 再请大夫已经没用了 怎么会这样 彩云父母问道 我也不知道 今天早晨一睡醒 他就这样了 应该是夜里突发疾病吧 彩云说道 彩云父母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事已至此 也没有办法 只得买了口棺材 将大牛葬在了他父母的身边 这大牛死后没多久 彩云就改嫁给了刘三儿 彩云的父母也没有阻拦 女儿这么年轻就守寡也是不行的 再说女儿已经有孕在身 那刘三儿对他们发誓保证 等孩子生下来 会带他如亲生的一样 所以彩云父母就同意了这桩亲事 到了第二年正月十五这天 彩云陪着母亲去拜祭妈祖 这个时候他怀孕已经六个月 肚子显得很大 他拜完了妈祖 费力地站起身 一转身竟然撞到了一个人 抬头一看 顿时吓了一大跳 妈呀 鬼啊 彩云尖叫道 彩云母亲闻声 赶紧抬头望去 只见站在面前的竟然是大牛 彩云母亲也大吃一惊 哆哆嗦嗦地说道 大牛啊 你缺什么给我们托梦 我会去烧给你的 不要出来吓唬我们好不好 你们不用害怕 我不是鬼 而是人 今天特意来找彩云算账 大牛说道 彩云一听 吓得赶紧跑出了妈祖庙 大牛马上追了出去 他一把扯住彩云的衣服 说道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你害怕了吧 当初毒死我的时候 你怎么不怕 这话正好背出来的彩云母亲听到 他有些吃惊 难道这里面还有被隐瞒的真相 不 不是我 都是那刘三儿出的主意 彩云慌乱地说道 彩云 其实有一次 我撞见了你和刘三儿的事情 也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刘三儿的 我思前想后 决定成全你们两个 你寻到了真爱 我也替你高兴 想在八月十五那晚和你说开 给你写个修书 没想到你却先堵死了我 大牛说道 彩云听了大牛的话愣住了 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彩云 原来是你和刘三儿害死的大牛 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刘三儿的 这真是孽缘呀 彩云母亲说道 面对母亲的质问 彩云依旧闭嘴不语 就在此时 忽然刮来一阵狂风 天空乌云密布 紧接着闪电雷鸣 人们赶紧躲进了妈祖庙 就在彩云刚想进庙时 天空一道闪电直接劈向了他 彩云倒地而亡 一失两命 正好应了他自己发的事 彩云倒地之后 天青刻间变情 大牛看了彩云一眼 头也不回地走了 原来八月十五那晚 绿瓶算出大牛有难 可是他却无能为力 因为每年的八月十五晚上 他都会献出原形 没办法变成人身 只能焦急地等到天亮 待到大牛下葬以后 他偷偷地挖开了大牛的坟 将他带到了一个山洞里 割下手臂上的一块肉 熬成肉汤救了他 谢谢你 绿瓶姑娘 大牛醒来后 看到他包扎的手臂 知道是绿瓶忍痛割肉救了他 深受感动 想到他对自己一往情深 而自己却为了彩云 一次一次地辜负他 我以前就说过 你那妻子不是好东西 你还不信 绿瓶有些委屈地说道 虽然大牛被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他整日不高兴 于是绿瓶就把他 带到了海底的洞府 每日陪着他 这一待就是半年 老实的大牛终于想通了 决定找采云讨个说法 于是就有了妈祖庙的那一幕 就在同一天 绿瓶施法让刘三儿跌入了河里 等村民发现的时候 他早已弃绝身亡 处理完这些事情的第二天 二人来到了妈祖庙 跪在了妈祖像面前 绿瓶虔诚地说 妈祖娘娘 我对大牛一往情深 请您显灵 赐我人的身体吧 没想到妈祖真得献出了真身 对绿瓶说道 如若有了人身 就不能再修行成仙 你可考虑好了 妈祖娘娘 我已拿定主意 不会后悔 绿瓶说道 妈祖娘娘见绿瓶心意已决 一挥手臂 出现了一团金光 将绿瓶紧紧包住 绿瓶只觉得浑身剧痛 痘大的汗珠直往下流 但他还是坚持住 一声也不吭 大约一带烟的功夫后 金光消失了 绿瓶的身体也不再疼痛 你现在已经是人身 可以与大牛结为夫妻了 妈祖娘娘说完 便收起了真身 三日后 平绿和大牛拜堂成亲 做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过起了柴米油盐的平静日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